去年五一节我们去的就是松江印象城 当时刚开业 开着车去了之后呢 发现根本停不进去 围着这个印象城开车绕了一圈啊 这个360度转一圈 进不去 排着长虹 汽车排大队 后来把车停在附近的街道上 才进入到这个印象城里面去 而号称是国内单体建筑最大的这个商业体 松江印象城的二期 现在又开业了 开始施工了 这个松江印象城二期建成之后的 这个建筑体量比一期要大 而且是跨了一条街道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建筑呢 建的时候呢 都考虑一下这个停车的方便问题 我现在感受就是 到了很多商业体啊 都发现停车不容易 很难把车开进去 位于七宝 这个七宝国际 是一个在上海数一数二的商业体 但是因为停车场的不方便 导致周边的两条街道 都被堵得严严实实的 影响了周边的交通 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我们也期待着商业体 不要单独求洋求大 还是要把人文的关怀做好 能够让大家进得去 出得来 能够开开心心的享受 这个美好生活 hakim 开心心的ụ Zoom 下车队 要不停收 下车队